欢迎来到下水道,我是希哥 那身边有从事编葬业的朋友吗? 这份服务网址的工作是需要胆大心细的人才能胜任 因为工作内容有些特别 往往让人更加好奇 是否会在工作中遇到超自然的事情 今天希哥要和大家分享的 是两则网友从事编葬业时发生的灵异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我从事编葬业时 应该有十年了吧 学姐时间我也忘记了 不过现在想起来整堂妈的恐怖 很多种恐怖发生言语形容 请各位听我威威道来吧 记得农历七月的某个夜晚 我在外婆家里打英雄联盟 老板突然打电话过来 叫我准备一下去火葬场等他们 他跟我学长直接过去家属那里 等等会跟家属一起过来 我那时心想 应该是家中有年纪大的长辈 怕他们伤心难过 所以才把大帝送来火葬场 为什么我会说是火葬场而不是殡仪馆呢 因为我服务的地区 它只有太平间跟火葬场 火葬的地方在太平间左侧 太平间右侧 有一栋祭拜狄王菩萨的诵经室 他也不算殡仪馆里面的厅 只能摆小方桌祭拜王者 而送进室右边是一间办公室 法医跟刑警会在里面写资料 要严实时才会使用那间 要去到那个火葬场 必须得先经过一片公墓 欧摩吃这行饭的 不管几点都得要去 而我本身是不怕半夜经过公墓的人 因为要到我外国家 也得经过一片公墓 国中就开始偷骑摩托车了 偏向公墓都不知道走几遍了 我准备好就驱车前往火葬场等待了 一到火葬场 看了一下时间 晚上十二点多了 先去把宋经室的灯打开 太平间的门也打开 不要问我为什么有钥匙 乡下地区的公园 半夜才不会来给你开门 内行的离异公司 去拜下地震王 太平间就会打开了 我进到太平间 把石盘拖出来 门关上 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宋经室 把佛经关掉 偌大的火葬场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 在半夜听佛经 总是会有种诡异的感觉 心想等等老板他们到再打开就好 玩个手机先 我等到大概一点多 老板跟我师父终于来了 家属跟在后面 老板把家属带到旁边凉亭 讲智商事宜 我跟我师父开始摆放小方桌 香炉 香环 金纸那些 一照就得等到早上了 工作过程中我问了一下我师父 亡者性别 年龄 意外还是自然死亡 这些先问清楚 明早才好跟家属要资料 男生 二十三 车祸 等等大体来 我们把他请进太平间 跟家属交代一下 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嗯 那等等请进去冰柜 师父你跟家属交代一下 就先离开吧 我留下来关灯收尾 你再用赖传家属地址给我就好了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认识车就载着大体来了 司机大哥跟我们一起去把大体请下车 家属在旁边哭得死心裂肺 这些场景已经看过好几次了 要请进太平间时 突然一阵怪风吹来 但加上染红的白布被吹起 差点往我跟我师父脸上打过去 而我跟他也看到了大体下半身 被碾过的样貌 血迹慢慢 整个顾喷翻转了90度 腿骨突出表皮 所以大哥应该是没有带到尸袋 不然意外 几页 血液流出的时候 他应该会有时代裹起来 不然下班后还得洗担架 话说刚刚差点被白布打到脸 我心里骂了一声 这是正常反应 周再久都会有 就像去抱上吊王者一样 我们这行的很机会被上吊王者的时候 打到头部 师父跟我把大体请进冰柜后 就出去跟家属交代事情了 跟我自己在太平间里面收尾 我的习惯性流程是 只要有大体在太平间 我会先出去整理诵经室的东西 整理完把佛月打开 诵经室的门关上 太平间只要有大体 诵经室的灯得等到早上才能关 我就这样都摸摸 心摸摸 当我走到诵经室时 家属跟我师父已经先行离开了 而我再次走回太平间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放好 顺便整理一下刚刚试盘跟地板上的血迹 整理到一半 灯突然闪了一下 我没有多想 就去清理试盘上的血迹 突然太平间的门自己关起来了 我第一个反应是 扭头跟太平间冰柜里的所有王者说 小弟是来工作的 若冒犯请各位见谅 不要整我 之前在太平间角落 有看过一位王者的灵体 被他整过一次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以为我能冷静 结果我错了 我走到太平间门口 转门把 干 打不开 打不开就是打不开 仿佛一套外地把门抵住 我当下开始慌了 空无一人的太平间 现在我又被关在里面 最靠北的事 灯又闪了几下 我转身又对他们说 小弟工作站是结束了 可不可以不要整我 拜托了各位大德 还是打不开 我只好走到右侧的角落蹲下 准备打电话给我师傅求救 就在那时 刚刚请进去的大体 贫困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当下真的是在太平间大骂了一声 立马从去门口撞门 不管他是不是要整我 我真的感受到危险 如同野兽的本能一样 手机还不小心掉到地上 这种第一下 我整个人就摔出去了 门没锁 那股外力也消失了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到送金市 跟地宗王菩萨接踏进香 走回太平间 键手机 关灯 锁门 整个流程 寻一流水 不到一分钟 把进香放回去 钥匙放回地宗王菩萨身后 接下摩托车闪人 离开前似乎在两天那里 还有看到人影 隔天我跟我师傅说 师傅 下次我们一起留下的所有好不好 昨天我 昨天我又遇到怪事 下次进太平间城里 门不要关上 有个流浪汉 都会去火葬场 拖水果 他看到有人在太平间 会把门挡住 不让人出来啊 干 就不要那天 在火葬场 没有遇到 这件事回说到我刚踏入殡仪业的第二年 当时公司进来一位新人 我负责带他 叫他一些当地基本的丧葬习俗 那位新人进来两个月后 有一次 公司要我带那位新人去检谷 破读时间五点半 我们都会提早到 准备好一切 等待家属到来 检谷的顺序 我就不赘述了 过程中 我也是请那位新人 帮我做一些简单的事物 点香 收香 白祭品之类的工作 我们剪完谷之后 带家属来到火葬场 准备化谷 我在这里跟各位解释一下 新人葬在墓地里 多年后要剪谷进他时 谷头一定要化过 所谓的化 就是用火 把谷害化干 让谷害里面没有湿气 没有湿气之后 我们才能把新人的谷害 按照顺序 请进谷害坛里面 化谷的时间需要等待 我就想说 在车上小睡一下好了 并跟那位新人说 等等好了叫我 我不知道新人 是没听清楚我的意思 还是我根本不该小歇一会儿 过了五十分之后 那位新人来叫我 跟我说 学长我处理好了 可以带家属去进谷了 处理好了 你是指你把王者的谷害 请进去谷灰坛里面的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对哦 看过你请这么多次 那我会啦 当下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既然他这么有把握 那我想说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接着带家属去进塔之后 我们也各自回家休息了 这件事过没几天之后 那位新人工作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精神状况不佳 常常恍惚 睡着 很难叫醒之类的情况 我身中摇的 摇摇一下子 他才会醒来 我就觉得是有蹊跷 询问他 你最近怎么怪怪的 是怎么了吗 没睡饱 还是有什么事 说出来讨论一下 我 最近都做头的梦 我梦见一个人 他是坐着背对我 但他的头是 面向我的 并一直跟我说 转不过来 我一天就知道 出了什么事 也就是那天 他请王者时 把前后头骨 我一直放错了 后来我也只好 把这件事情 跟我们老板说 看能不能有个 好办法解决 免不了 先带了一顿骂 后来我带那位新人去拜拜 收金 都没有用 他还是持续做那个梦 后来真的没有办法了 早请老板出面 跟家属说明 看能不能让我们 再打扰新人一次 把骨骸的位置 重新排列 家属也非常愿意配合我们 于是我们就先把新人 请了出来 由我下去排列好 骨骸的位置 处理好之后 我点箱跟王者说 对不起 我已经把您的头转向了 请您不要再来 找我们那位弟弟了 那天我也有责任 真的很对不起 果然当天晚上 那位新人没有再做梦了 只是换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 我看到了一个人坐着 面对着我 但他的头是向后转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到现在都还记忆深刻 因为他转头对我说 转过来了 今天的冰藏页的灵异故事 就分享到这边 你身边也有工作时 发生了灵异故事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最近上片的通知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